大家好 欢迎收看多高斯贝电视 我是本琼斯 今天做客我们日内瓦演播室的是 Lalive公司的亚历山大朝乐 我们将就瑞士联邦委员会正在研究的新法进行讨论 亚历山大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目前瑞士联邦委员会正在讨论实施的新法 是联邦金融服务法和金融机构法 能够为我们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些法案吗 谢谢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 我们现在正处于瑞士资产管理的转折点 现在主要的重点已经是客户的保障 可以说这个行业在进行结构重组 从银行开始到资产管理公司结束 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共通的法案 例如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和合格的资产管理机构 一般来说 这都是受到同样的法律监管的 特别是当给客户 包括个人客户提供服务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提案 有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作为一名律师 我可以说 在解决客户与勤银行或者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纠纷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银行或者资产管理公司可能在技术上符合法律的要求 但他们并非总是执行符合个人客户特定要求的执行测试 这也是当前瑞士联邦委员会正在讨论的重点之一 此外 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的服务操作也存在着差异 个人客户可能会拒绝更高级别的安全保障 但机构客户对额外的保障会感到很高兴 因此通过合适的安排 能够有助于组织和构建整体的金融部门 此外 新的项目中 透明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 而现在庭审也会要求公布以前不会被披露的信息 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 可能会将风险转移给其他的金融机构 但这只有在客户被告知原因并同意的情况下 客户有权知道其债务有多少被第三方给覆盖 请具体告诉我们 这对瑞士的资产管理业务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 这会增加额外的成本压力 所有的金融机构将被迫优化自身服务的支出 毫无疑问 还会增加来自法律方面的额外压力 因为所有机构都必须要遵守新的规则 对于个人或者独立经理来说 他们现在将会受到特殊的新法法规的监管 以前类似的规定在瑞士是不存在的 可见瑞士之前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个特例 因此对于个人来说 这可能需要支付以前没有的额外费用 此外 之前为客户提供的日常服务 也有可能会变动 这就需要遵守新的法规 我相信银行家会说 现在到了登记 所有私人资产管理公司 已经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其业务的时候了 当前在此情况下 私人资产管理经理会告诉您 他们一直在努力追守法律 并已经进行了符合客户利益的必要测试 此外 他们往往会举出数据来证明 他们比大型的银行更清楚自己的客户 银行只能给客户提供泛泛的理财产品 未必能够适合特定的客户需求 现在要讲的是一个最新的变动 这就是新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引入 在与客户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产生争议的情况下 金融服务机构代表 现在都必须要向有关当局提交争端解决方案 这就包括银行 证券公司或者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 而为此将会设立特别的仲裁法庭 其中会有金融专家的参与 这将有助于简化和加快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纠纷解决过程 瑞士的司法系统一直被认为对个人客户过于保护 在这一方面我们乐于见到其改变 现在我要谈一下诉讼基金的筹集 所有金融机构都需要自己来筹集这个资金 也就是说争端解决资金不超过100万瑞郎 该基金将要承担所有开庭诉讼的费用 也就是说私人客户和小型企业 不需要支付给律师以及审查案件过程的费用 他们可以简单地免费地去法院提交自己对银行 或者资产管理公司的起诉 这样一来 新法将允许个人客户与金融行业的大玩家 在法律层面上平起平坐 当然诉讼是需要有根据 有证据的 此外银行将被要求公布客户要求的某些文件 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客户 去投诉银行或者资产管理公司时 这些银行或者机构 故意拖延本可以更为快速地 披露文件的过程 而现在在法院上 这样的拖延可以被禁止 客户可以了解真正的原因 总的来说 这就是现在讨论新立法的变化的方面 税收领域是否也有一些变化 是的 税收方面会有一些变化 现在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需要确保其客户没有违反税法 也包括其自己国家的法律 如果客户是住在国外的 换句话说 银行或者资产管理公司需要检查客户 是否将其账户申报到了相关的税务部门 如果这个账户不是在专门的银行或者资产管理机构注册的话 这个客户可能会被拒绝接受或者被停止继续提供服务 这对于瑞士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来说 确实是非常重大的变化 亚历山大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非常荣幸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节目和独家采访 敬请关注多高斯贝电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